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咬到我两条腿上好几个大红包 中秋节韩国的蚊子给我送红包了 我就在家里拍一拍 这是姑姑收到的礼物 是韩牛 我的天哪 竟然是韩牛 这也是韩牛 这一块不到500克就大概130多块钱了 这边我婆婆还带着鸡 我们一会儿要做生鸡汤 因为我在人参波兰会买了很多人参 用那个人参来做韩牛 这是小沈带的 这个韩牛做的 这个是鸡鸡� Mul on 草挤 这个什么是吗 凱子 凱子 凱子和凳凳 那怎么啦 煮到 这才可以 这才出来 最后一个一只 谢谢 柿子 卡姆 还没睡醒 柿子 害怕 你拿走吧 这个可以吃吗 这个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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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得摘柿子了 这得摘柿子了 爸爸拍我 拍爸爸 小心 这种都已经没有价值了 没有价值了 没有价值 就 这样掉吧 这个还行 这奶奶加的树 好几棵呢 在后面 它这么高 全都是柿子 现在已经 要收获了 这个摘柿子 其实是个体力活 因为用这个摘柿子的干 一边一直左右摇晃去摘的话 这个胳膊可累了 我以前试过 对吧 可累了 看见了 好高啊 我以前在这边翻他们家的老相册 我工工年轻的时候 高中生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来摘 到现在 这都五十多岁 快六十岁的人了 还是摘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摘柿子少年 都变成老少年了 看后面 奶奶家的这个大酱的缸 这里面真的有大酱 我看见了一个 这里面是大酱 大家能看见吗 其实可臭了 不知道韩国人为什么喜欢吃大酱 就是发酵嘛 要一直去发酵 发酵完了就是大酱汤 也就可以做大酱汤了 这好多呢 这边是奶奶后院的邻居 她的邻居的奶奶 你看 她家也是好多大酱 大酱缸在这 我都知道哪一个是大酱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 应该有 我的妈呀 这里面是酱油 都变成酱油了 这些老太太太太厉害了 好多 这是另一个大酱 奶奶家的大酱 大家看一下 哎呦 这都发霉了 越是这样的越好吃 但是不太理解这个发酵的原理 反正一定要长毛 长毛发霉了以后才能吃 这边也是大酱缸 你想再吃 啊 我去吃泥 我去吃泥 那儿去吃泥 对 你什么事 我把油水干了 educat 打電話,跳舞吧 讓我跳 打電話 我们做完了祭祀 吃完了饭 现在准备回家了 跟老奶奶道别 这是今天的做的东西 做的饼 炸的虾 还有水果 我们加一份 公公婆婆加一份 姑姑加一份 在首尔的小叔小雪加一份 但是就得分了 跟咱们中国很像吧 过年回家一趟 然后呢 妈妈准备了各种水果 准备了好吃的 走的时候呢 要装满行李箱 装满你的后备箱 汽车的后备箱 一样的道理 再来看看 谢谢大家